因為我們這首歌作詞作曲演唱 我們都是無償奉獻出來的 在金鐘武器後台發表得獎感言 音樂人許常德與范小學良辰及時 這首I Promise拿下主題歌曲獎 卻爆出資格不服爭議 因為有人發現歌曲是2021年 為大甲媽祖繞進活動創作的開幕曲 後來才被選用為戲劇主題曲 疑似不符合原創辞取虛首次使用於作品中的規定 那麼把吊橋的資料會交還給評審委員會 再去做一次再一次鑑定 如果有違反報名資格的規定的話 那麼可能會取消他的資格了 文化部啟動調查戲劇報名單位回應 報名時都揭露歌曲背景按照規章作業 許常德則表示給公司統一說明輪不到他發言 而金鐘五七話題繼續延燒 現在網路已經鋪天蓋地的都是梗圖了 放過我 香檸案放過我 金科事後謝銀萱大喊要大家放過他 就是因為不小心在台上爆粗口 他23號在臉書道歉 但另一頭他的老闆陳振川則是用力靠賞 陳振川大方送給自家三叔不限時間地點的機票 得主包含終於拿主持人獎的露露 以及去年拿下金馬原創電影歌曲獎的愛儀良 露露直呼要去哪裡最過分呢 楊錦華走上紅毯仙氣逼人 但他過不久與林欣如頒獎 這套禮服讓彰化人覺得好眼熟 原來黑白條文和彰化方怨燈塔一模一樣 楊錦華也說自己雖然沒得獎 但至少還有燈塔 而他七度入圍再度共沽只差一票 只好發文字朝有新綽號楊一票 不少網友留言給上安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